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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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必须欠险 谁敢信就这样 彼此无关也无限 如果再次看我一只脸 谁不爱我一只脸 就像那年匆匆看下 永远一起的样美丽的油盐 如果再次看我一只脸 别看我必须欠险 谁敢信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 再见之后再拖延 可惜谁又没有爱过 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胸眼 匆匆那年我们已是 匆忙要想能已成熟的梦恋 只要等别人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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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晚和海没起来之间 如抱着冬年夜没内花在呈现 不过那晚和海没起来之间 没空放出在白脸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Hello OK好谢谢 今天是咱们那个第10节课 就咱们最后一节课 谢谢大家陪我度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 今天我们讲那个最后一节是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呢跟以前我们讲的比特币这个 基本上的理论的这个这个底下的框架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无非是这个智能合约呢 他们他们被称为这个区块链的2.0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的议题哈 今天咱们第一个讲智能合约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智能合约他有什么风险 之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在道事件 咱们带个过一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智能合约 sorry这个以太坊 是他是可以运行智能合约的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主要看以太坊 他有一些哪些特性 是那个比特币的区块里面 没有的东西 最后呢我们再大家看一看 这个在以太坊上面 然后部署一个 比较简单的智能合约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当然这个这个合约非常简单的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嗯 行 咱们先看看什么智能合约吧 啊我想合约大家都清楚啊 合约基本上是 就是一份合同 呃 智能合约呢 呃 你可以理解理解为一个电子合同 呃 当然这个电子合同呢 是跟这个 怎么说是跟这种 我们 常见 比如你买份保险 呃 他可能会是给你生成的电子合同 然后发给你 然后后来呢 他可能还还会给你记一份纸质的合同 而这个智能合约在这个地方所理解的 还并不只是 仅仅的一个电子合同 他呢他可能是就是 指的是还是一种去中心化的 就没有人干预的 所以这个电子合同呢 呃他其实也是一种那个计算机的一种程序 或者协议 就这种协议呢 呃他一旦那个 编呃 首先是编程啊 他其实就是一个那个软件 呃我们先编程 然后把这个协议里面的各种约定 包括这种比如比如像有些股股权方面的 然后登记完之后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股份多少 然后包括股份的变更 这个都可以 作为一种那个合同或智能合约 呃然后他呢编制完之后呢 然后他会放在一个 怎么说就放在放在那个计算机里面 呃当然肯定不是放在我们那个去中心化的这种计算机 他指的还是一种去中心化的 这个智能合约他本身的这个含义就是 一种去中心化的就比如像区块链这样的 然后一旦部署成功之后呢 他会那个自自我执行 就不再需要人为的干预 你只要给他输入 他就会 内部然后把你这个输入就一丝不苟了 然后给你执行完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输出 然后这输出呢 其实就是智能合约运行的一种结果 然后他存在那个区块链上 或者是存在那个链下 呃怎么讲就是看这个区块链他是怎么来实现的 呃就比如以太坊这个他智能合约的这些东西 他就是没有放在链他是放在的链下 呃一个称为那个 world state 一种数据结构吧你可以理解 或者一种数据库 就像我们那个 比特币里面那个UTXO一样 呃UTXO呢 他并没有在链上对吧 我们在链上的那些东西是一些那个 就是 锁定脚本 然后他通过锁定脚本呢 然后然后他会根据所有的锁定脚本 然后从这个链尾到链端 然后搜集完之后呢 可以生成一个UTXO一种数据结构 然后存放在本地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所以每次当你那个同 同步完区块链之后呢 然后你只是同步的区块链 然后你这个UTXO这数据库呢 是这个系统自动生成的 他扫描整个这个链 然后生成一个UTXO这个库 这智能合约呢就是他自己除了那个 能够自动执行之外呢 他可以自动验证 然后就基本上不需要人为的干预 就比如说像你到那个柜台取款 是通过人工的对吧 那如果你要去ATM机呢 就是非人工的 然后他的机器这个各种程序设置好了 你要插入他邀请插入信用卡 输入密码 然后输入提款金额 确认 然后取钱 就这这套整整的东西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智能合约 或电子合约 呃这个唯一的区别呢就是 我们所说智能合约 他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就好比银行一样 银行是个中心化的对吧 那么比特币呢 他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银行 就是我们每个节点上面 一个全节点啊 你都会存有一份完整的银行的这种 所有的交易的这种记录 然后从技术角度上看呢 智能合约他就是一个集团机的程序 他其实就是一个APP 他产生的那种 那个最后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结果证据 都是可以被自动验证的 就来就来说明OK 这个智能合约执行的是有效的 因为智能合约他所有的条款和逻辑啊 我刚才说了都是通过那个 计算机编程 编好的 呃 并且呢他还会提供一个 所谓的用户接口 呃 就是一个他在以太坊里面是成为一种 那个 interface 或者或者是说是 他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地址 我们用户想那个用这个合同的话 他基本上是 把这个合同的这个地址 然后 加进去 然后对这个合约 进行一个输入 然后基本上这个合约就可以运行 嗯 然后这个智能合约呢 他主要的用法基本上就是 他主要的用途吧 我个人理解啊 呃 只要是你需要 记录这种相关信息的这种状态的 呃 就比如合同 呃 比如你买房 然后这房过不到谁的名下 对吧 呃 或者是其他这种信息的记录 呃 包括一些金融方面的一种衍生品 呃 这些其实都可以用那个智能合约来来实现 呃 智能合约它有 有个特点是 一旦部署完成功之后呢 呃不需要人为的干预 呃并且呢 呃 人 就想来干预啊 它是不太可能的 呃 一会我们到时候会看一看 有一个 The DAO 这个智能合约 就当时它里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漏洞 后来黑客呢 可以通过这个漏洞了 然后把他们的众筹这个币啊 然后给偷走 嗯 呃 再说例子 比如智能合约就像你一个淘宝 你的淘宝下单之后 然后上上上 上家一看 OK 我我收到这个消息 这个 买家呢 然后已经付款了 虽然款没有到我这 那么我就先把货发给他 然后把货发发完之后呢 这个买方收到货之后 他会OK 在系统里面点击确认 或者说过几天之后你不确认 我这边就显示为你货收到了 那系统会自动把钱呢 转给商家 这基本也是一个就是 电子合同 或者智能合约 呃 无非是这个淘宝这个 它是在等于算是阿里巴巴的这种 中心化的一种 一种 怎么说 中心化的一个 金融系统里面 如果它是个去中心化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 阿里巴巴这个在线上 购物了 这个环节 就是一个 智能合约 所以智能合约这个 大家不要想的太高达上 它其实就是一个 电子合同 部署在一个去中心化的 一个系统上面 就这个合同呢 是不能轻易修改的 因为我们普通合同 如果需要修改的话 需要不要加一双方 或者三方 然后大家共同 agree 同意 我们加些附加条款 而智能合约这个 因为它的用户实在太多了 这你都不知道哪个用户是哪一个 所以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 修改这个智能合约 这成本是非常高的 呃 智能合约呢 在那个 法律层面上 这个 这个是否被认可 这个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待商榷的 当时我个人认为啊 比如咱们中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小乙 小乙股这个 然后他的 其中一个业务就是 呃 做那个股权的一种 登记 或是发行 就说你的企业可以在上面 然后呃 就说你们有几个股东啊 然后 在在那个上面 作为一个 就是你们注册登记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 如果假如出现股权纠纷的话 并且你在工商备案里面 你没有去注明 你占百分之十股份 他占百分之五的话 呃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这个如果如果有纠纷的话 你如果没有工商备案上面你的股份的登记 你只是在小乙上面做一个股权的发行 转让 呃 这个 这打官司的话 这个认可度 这个是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主要看日后我们国家那个对这个 呃 区块链的这个认可程度了 现在政府虽然非常那个 呃重视 但是如果政府去做这个区块链我相信没有问题 就比如说你买个二手房是吧 然后你过户 然后我们现在的过户呢 都是必须得到那个住建委去里面做那个 那个这个 这个业主的或者或者户主这个变更登记 大家如果买个二手房肯定有这个经历是吧 然后跑到建委 然后还有什么资金的质押一个月 然后审核 最后然后再过户这个时间其实比较漫长 我们还是请假 那如果要有智能合约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快 就对方把钱打的打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这 这你agree好之后 然后这个房子自动的就会变到你名下 但是用这个 智能合约的话如果国家没有介入的话 那这个我相信没有人敢去 只通过智能合约 只通过智能合约 把这个房 就是 就智能合约一旦部署成功之后呢 基本上很难更改 那么计算机呢 他难免会出现bug 那出现bug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 这个相当困难的 如果智能合约出现一些bug 并且是非常严重的bug的话 咱们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这道这个事件 什么是道呢 DAO呢 DAO它是英文的一个缩写 就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就说 decentralized就是说 就是去中心化的 然后autonomous就是一个自制的 自我管理 就像我们自制区一样 自制的 然后organization 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制的一个组织 就一般他指的是一些那个商业组织 但是基本上是完全是由这个计算机代码 来控制和运行的一个尸体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看那个黑客帝国 那个电影 里面那个时候所谓称为母体那个metrics 就这个the道呢 这个the是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它是一个就是 the mother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这个 这个the mother of all the道就是 就是等于是 我是所有道的这种老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借鉴于这个metrics的 所谓的母体 嗯这个听着名字 这个这个 这个the道的这个 这个发起人确实很有 那个 V人啊 就是就说我要当这个 DAO的 这个老大 鼻祖 其实the道呢 实质上啊 他也是一个计算机的代码 就我们刚说了 他是智能合约 他是一段代码 就他是部署在这个 以太坊上的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应用 以太坊呢 他其实底层他也是一个区块链 啊 他基本上借鉴的很多比特币区块链的很多特性 比如挖矿 PUW 他也有nons 也有前一个区块 区块的哈希 他也有那个难度值 dbcote 他也是通过挖矿 无非他有些轻微的一些差别 比如他用的哈希的这个 这个算法不同 他为了想抵御这种 asic 就是 抵御那种超级的这种专业的矿机 他是希望 这种去中心化一个挖矿 而不希望这个这个算力掌握在其他的这种 大的这个 大的这种怎么说呢 这个矿业 矿业机构里面 在道的代码发布之后呢 他会在全世界的各个 以太坊的这个全界点 全界点里面来运行 就运行在某一个虚拟机上面 虚拟机 一会咱们可能大家提一下哈 在道这个本质上呢 他是一个VC VC我记得我以前第一节课 或以前那个课程曾经讲过 就Venture Capital 就是一个风险投资的一个基金 他这个道这个程序呢 定义了这个VC基金的所有的规则 就是他是去中心化的 然后 他这个 他这个 VC以前我记得科长我说过 他有GP LP 就是他这里面是没有GP GP就是 叫做那个 General Partner 就是 就是普通的合伙人 然后他就LP 比如他规定LP的钱是怎么吸纳进来的 就是他怎么众筹进来的 来说一下LP哈 前段时间那个 有个 有个比较传的 比较 比较多的 一个事就是 那个彭于燕 出柜是吧 出柜了 然后据说是 跟高领资本的一个老总叫张磊 然后他们俩然后 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那个张磊那方辟谣 他是怎么说呢 就说 张磊说呀 就彭于燕 要做我的LP 然后LP就说他要做我的那个这个Limit Partner 做我的出资人 然后呢 然后后来 出门之后不知道哪一个傻叉就说OK 那个张老板把那个 小朋友给睡了 所以在那个风险投资圈里边 LP的意思就是Limit Partner 就是有限合伙人 而不是老婆的意思 就是有限合伙人呢 负责出资 当别人成立一个基金之后呢 有一帮非常专业的 对这个行业非常懂的人 他们负责拿钱来投资 但这些专业人士呢 他们可能不愿意出钱 或者不愿单单的 拿自己所有的钱出来 因为这风险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他们通过就是 就是 售卖自己的技能 然后 拉一帮有钱人 比如梅老板 或者高净值的这种客户 他们是有钱 但是呢 他希望自己的钱 就是增值 或者不要贬值 然后他怎么做呢 他没有投资经验 他投资的话 这个肯定失败率非常高 然后呢 他就找到这个所谓的一个GP 找一个基金 然后把钱 投到基金里面 由这个GP呢 专业人士 帮他们负责来打理这个东西 所以GP是决定 我投什么项目 投多少 LP呢 是只有知情权 就没有参与权 咱们回到主题哈 刚刚我们说的LP 就是这个出资人 就是我们众筹的这个投资人吧 参加众筹的这个 这个LP的这个 他们参加众筹之后呢 他们应该可以得到这个代币 这代币的怎么分发 包括投票权的设定 还有他们投资的分红回报 然后等等这些功能的细节 都是用程序来实现的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并不难哈 这个相对于我们这种 就其他那种商业的大型这个软件 像他这个 这个功能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相对来讲简单的多 基本上他把这些所有的设定的这些细节 都用程序给编写好了 然后呢 编译完之后放在这个区块链上 那么通过这个以太坊 筹集到的这个资金呢 他会锁定在这个智能合约里面 合约的规定啊 这个钱进来之后 不是说谁就轻易可以变花的 就哪怕这个 他们这么写的到这个智能合约的人 他也不能去操纵这笔钱 就这个智能合约都是开源的 如果你这个代码放开之后 别人一看你 你的代码里有漏洞 比如某些 有些什么特权 你可以转移这这笔钱的话 那么将会 人们将不会 将不敢参加你这个 这个众 众筹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是 呃 虽然是去中心化的 但是 某某人 或者说你这个这个代码 这个开发者 你能非常轻易的把这个钱给 就是给他转走 那么 就认为你这个智能合约 是风险非常大了 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是 没有任何人能够 轻易决定来动用这笔钱 那谁可以动用呢 就是每个LP 他们按照他们出资额的份额 他第一呢 他不 他不仅获得了相应的这个 道的这种代币 这种token 并且他还对 是否要投 某一个项目 投多少钱 他 他也有个表决权 就 就大病 每个代币 你有一票 比如说发行的一个代币 如果你要有个1000万的话 那么你就有10%的投 投票权 然后就是 就是大家 大家一看 这个项目 我们是否要投 当然 当然 他们 他们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个组织者 就说OK 我们 我们准备投什么项目 大家是否要 要 要投 我们投占的多少股份 这个都是通过这个 LP这个出资人 然后呢 给他们的份额 再通过这个智能合约 这智能合约 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功能 当你得到通知 我们要投 比如说那个一个创业公司 一个做区块链的 大概他融资 多少钱 然后出让 股份的份额 比如20% 大家是否同意 在规定的时间以内 然后统计这个票数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 议案如果得到 足够多的票数支持 比如他们要规定 只要能达到50%以上 我们这个 这个钱 就会被自动的 划给这个 该投资项目 他的这个 为以太坊的那个 收 收币的一个地址 就类似于我们 比特币收币地址一样 当时这个 这道呢 他在发布初期 就已经有了一个 备选的一个 投资项目 叫 S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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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呢 他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他基本上是 就是提供了智能锁的 这些设备的这种 软件 包括这个区块链 他基本上是 等于是借用了这个 物联网 IoT 还有区块链 这个两个比较热门的 这个技术 然后听起来 这个项目非常的牛叉 并 并且这个 这道这个代码呢 也是由这个Slock IT这个团队成员 编写的 最开始呢 他们只是想单纯的这个 这个团队啊 只是最开始 希望能够重筹 就像我们的ICU一样 是吧 他们的很多ICU项目 因为这个区块链项目 就是对一些很多的投资人啊 他们不太懂这个东西 这东西比较新 所以一般人不敢轻易的来投 所以说他们就想通过这种这种区块链的这种 这种那个平台 来去融资 因为既然大家对 大家在以太坊上面 你有币 或那个比特币上面 你有币 说明你对这个区块链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或者你非常那个追捧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来筹资 那后来他们发现他们那个筹资的程序啊 其实可以重复的使用 就怎么讲 就说 他是用完之后呢 其实像其他的比如类似于这个区块链创业公司 他们也可以通过 就是slugit他们写的这段程序啊 来去 呃 参加一个发起一个众筹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们想哎 既然这样我们自己众筹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不如干票大的吧 就说我们就写一个一个通用的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 呃 就说作为一个 基金 然后我们来通过这个基金来融资 然后来投各种区块链项目 然后其中一个我们写完之后就可以第一个项目就可以投我们这个slugit 嗯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呃 他们呢就是把这个程序编呃编 编写好之后 然后放在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链上 嗯 呃 即使是slugit 他是这个 的道的代码开发者 就是一旦这个上线之后呢 他们和其他的那个lp 其他这个参加众筹的这种 出资人 呃 一样 他们没有任何特权 就说一旦的到启动之后 就是 经常没有人再能轻易对他进行修改 然后呢就发生了有一个黑客啊 他通过通过这个这个开源这个代码 因为这个我们 我们说了 这个智能合约这基本上都是开源的 包括 以太方 比特币 如果你要发现 哪些那个 在ICU众筹的这种 这种软件 他有一部分代码没有开源 这个我觉得 就是值得怀疑的 就说 后来有 咱们接讲 后来有黑客就发现这个开源的这个 代码有漏洞 然后 开始对他进攻击 然后前后攻击大概可能就是上百次吧 然后最后盗取了 有小一半这个这个代币 然后我们之前说了这个智能合约他一旦运行之后啊 就无法停止 除非呢 就是你把他那个销毁 呃为了为了解决这个到的资金的被盗问题呢 然后以太方的当时紧急退出了一个那个软分叉的方案 大家记得软分叉吗 简单列软分叉就是你不需要改变你的这个比如以太方钱包或比特币钱包 然后这个软件更 更 更新完之后你仍然可以或你不更新仍然可以去 使用这个软件 去使用这个这个链 后来呢 就是但是他这个这个这个代码 就写的比较着急 着急他这方案是什么呢 就说我们之前那个比特币我们的课长也讲过啊 就如果所有的矿工 联合起来 对某一个账户进行攻击的话 就说那么你这个账户将不可能做任何的交易 就说如果你的账户从你这个账户向往来转钱的话 那么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就是我 就我们所有的矿工然后就只要针对你这个 比特币地址或者以太币的这个 account 这个地址 这个这个 这个账户地址 我就不打包你的交易 你从你的交易往来转钱 我直接把你这个transaction 我直接给忽略掉 我收到之后我不管播 我也不往我这个区块链里面打包 那我们知道就一个所谓的交易的确认成功 是指你这个transaction 被打包到这个区块里面 对吧 这个矿工挖矿之后 然后他有这个打包区块的这个 权利 发布出来放在链上 那么如果大家 通过这种方式呢 不打包你的这个 这个交易 那么我基本上可以控制你这个黑客 你所拥有这个以太币 我不让你随 就随便给转走 对吧 然后他们想 想留下更多的时间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 到这个这个智能合约 怎么修改的问题 怎么更新 因为这智能合约是我们说了 一旦部署成功之后 很难改变 你这个因为多方的这种 这种参与者并不是那个 一方或10个人参与 他是成千上万人来参与 所以他是不不可能轻易来去变的 所以说比较奇葩的问题出现的就是 这个软分叉的这个版本呢 他又有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呢 我们知道以太币方上那个交交易的时候 那个验证节点的矿工啊 他们会检查这个 这个 这则道的智能合约 和他的这个地址是否相关 就说然后呢 他会收取一定的这个 燃料费 就 就是在那个 比特币这个 区块链上 你当你做一个 交易的话 你也是需要付这个 费用的 对吧 要transaction fee 当然是非常少的人币大概就是20块钱 作一笔交易 交易如果是不是非常复杂 就你这交易大家记得吗 你这个交易的这个这个体量 就是你这个binary 就是你的 你别弄了几十个和上百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印 这个这个输入 或好多输出 那么基本上你这个费用是不高的 但以太坊里面他的这个 这个生 生态呢 他这个收这个交易费还是相当高的 呃 并且呢 就是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交交易费不够的话 他这个合约执行到一半 就把这个 他们称为gas 燃料 呃 中文翻译的燃料 如果这个gas不够的话 那么他这个合约会停止的 如果你要没有gas的话 那么你这个合约压根的 人们就不会去 来给你运行 所以 所以就是当初以太坊设计gas 基本上两个作用 一个是支付这个矿工费 交易费 另外一个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 呃增加那个潜在者 潜在攻击者的一个成本 就别人如果要是想要攻击这个 以太坊的话 那么他可以发大量的这种交易 像我们之前说的粉成攻 攻击一样 大量小额交易 而以太坊上面可以发大量的这种 呃 去运行智能合约这个交易 大量的交易之后 那基本上你会导致这个系统被 就是 瘫痪 就成为的倒数攻击 就拒绝服务 denial service 然后 这基本上这个软分差方案是以事外而告终 然后最后他们这个时间非常有限 然后不得不做一个硬分差 硬分差呢 就是说就是把这个之前这个被倒的这个链呢 给他就说 就是怎么说给他废掉 然后再分差一个新的链 就等于我们的BTC和BCC一样 就分出分出来一个新的链 打比方BC是新链 然后呢 比如BTC 这个被攻击了 然后因为一个巨大漏洞 是大家很多人 那个B被倒了 那么他们就从 之前被倒之前有某一个 某一个节点 从那个地方开始分 就把大家的钱 OK全都入败了回去 就没有被倒 然后呢就从内科起 然后 就是再开始新的这些交易 嗯 这道特里面当时那个 合约里面所有的资金 包括被黑客控制的资金 基本上有大概1000多万个 以太币 基本上全都 直接转到一个新的这个智能合约里面 就是在这个 新链里面 所以这个合约里面呢 他只有一个功能 非常简 简单 就说我把这个 参加这个众筹 LP 这个所有的人 这个以太币 然后一键退回 就是 就是我直接是把钱 推到你们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 所以众筹这些人呢 就LP 他们只需要去调用 比如按下一个button 或者是 调用某一个方法 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币 然后以太币给 拿回来 嗯 这这就是后来我们看的以太币 他不是有两个币吗 一个是ETH 和一个ETC ETC呢就是 呃代表是简称是 ETC classic 又classic就是 被黑客 倒闭的那条链 这这条链为什么还活着呢 呃 并且价格我记得 一个月前大概是 100多人民币 大概123 左右 嗯 这个这个 这个主要原因是 呃 很多支持者呢 他们认为啊 ETC呢是真正的一个去中心化的链 你想 如果你要是随便呢 然后因为某一个bug 然后导致一些损失的话 你们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合约给废除掉 那么那么就说 这个工信率就会大大的降低 对吧 就说你还是某些人能够操控这个链的 你们能够决定 OK 我把之前的所有教育权废掉 所以有些正义人士呢 我不知道是真正义假正义 我相信就说 他们统计 反而是反对这个分叉的人 基本上都是没有参加 The DAO这个众筹的这些人 就是 而赞同这个分叉这帮人呢 基本上都是 当时在The DAO里面损失的很多币的人 然后这可以理解啊 嗯 所以支持ETC的人认为 ETH是被那个Vitalic 就是这个 这个 以太坊的这个 这个发起人 被控制了 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个 去中心化的这个血统啊 不正宗 所以这 这 这就是The DAO之前的一个故事 包括这个 为什么要 分裂 一个ETH和ETC 据说中国 中国的矿工和中国这些炒币人 大家非常支持这个ETC 他们认为这个是 没有被这个 这个的靠团队 就比特币 就中国矿工非常讨厌靠团队啊 认为他们控制的比特币的这种 这种代码啊 包括这个一些新的这种 proposal 一些新的建议 所以同样呢 他们也认为这个 ETH呢 也是就像 就要被那个 靠团队控制一样 就他们可以 肆意的就是 还让它分叉 为了 为了 怎么说 为了挽回 之前所谓的所谓的损失 就没有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的一个链 这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一些主要特性啊 以太坊呢 它是一个叫Vitalik的一个 一个记录天才 他是一个加拿大人 他在2015年7月的时候 当时创建的这个 去 去块链 年龄非常小 估计可能也就是 20出头吧 23岁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 干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我们之前呢 说众筹EOS 基本上就是 准备来PK这个以太坊的 所以目前这个以太坊 它是在做智能合约区块链里面 做的最成功 最成功的一家 又没有第二家 咱们中国虽然有些 比较小语啊 这个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知名度 包括这个功能 跟以太坊是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嗯 这个以太坊呢 或者这个智能合约 这种区块链呢 被称为那个 区块链2.0 而比特币呢 被称为区块链1.0 就是说这个1.2.0区别 就是一个就是 最主要区别就是 能够运行这个智能合约 比特币 它也能够运行一点 当然非常简单 因为比特币 它的那个 怎么说 它的这种 呃 变成语言呢 是非常简单的 呃 我们知道就是一个 呃 一个只要有锁定脚本 解锁脚本 放在一起 就在解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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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币 所以说非常非常简单 基本上你花个十分钟 基本上就学会了 而以太坊呢 他们这个是这个是语言还是比较复杂的 嗯 所以以太坊呢 它们比特币的初衷不一样 比特币的它定位是 我是一个货币系统 有纯电子货币系统 而以太坊呢 它从最开始的定位是 我要打造一个平台 而不只是一个货币系统 以太坊 它也是借鉴的比特币 很多的 idea 就是说 它也可以做一个货币系统 它也有自己的币 对吧 ETC 但是呢 它要更雄伟的目标是 我要支持智能合约 我要使我这平台 就类似于淘宝天猫一样 然后我来引进很多商家 你们在我上面 给你们卖东西 或者说以太坊 你可以理解为 就像那个App Store一样 就是苹果App Store 然后你可以编写 你的智能合约的这个APP 它们称为DAPP 就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就是去中心化的这个应用 它们的应用 都是以智能合约的这种 形式 或者说这个名字吧 其实每一个应用 放在这个区块链 放在以太坊上面 你都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种 smart contract 然后以太坊呢 基本上它也是 为了开发人员 然后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 那个用户的一些接口 包括编程语言 就是说什么solidity 它跟那个iOS的平台是比较类似 但是它是去中心化 它的主要特色就是可以运行智能合约 然后第三个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 然后来编写 这个语言呢 目前那个用的最广泛的 就有一个语言叫solidity 这个语言呢 就跟java script非常像 新生大学开的有java script 就是js 这门课 为什么开这门课呢 因为相对于这个起向为c大家或c或java 这个js这个对初学者非常友好的 就非常容易上手 并且编程效率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备受欢迎 然后呢solidity呢 他们也是就是 就是想怎么说呢 使这个编程高效 基于js然后做了一些改进 或者重新写的编译器 然后这它是一个所谓的支持图灵完备的语言 什么叫图灵完备呢 图灵完备就说是 它是有很大的存储能力 并且呢 就是说你这个语言是可以做到图灵机 我不知道大家对图灵机有没有理解 图灵是 我不知道前面看过讲过没有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密码学的专家 应该说过吧 就它凭着一己之力 然后使二战 据说它的一个人功绩 使二战提前两年结束 然后它破译了很多德军的密码 所以当时就是它也是假设了 就未来一个机器 就是能够说有无限的存储能力 有些循环 然后循环机制 地规 然后就非常智能 所以这个图灵完备语言呢 就是说这个语言呢 就是简单来讲 它具备的就是说地规掉用 比如无限循环 这些 这个像在那个以太币里边 不像比特币里边 那个语言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是没有循环 它就防止这个程序 万一写的有bug 或者说有些那个恶意开发者 然后写这种程序 然后使我这个 这个系统崩溃 对吧 一直在跑 然后大量的东西在跑 就是DOS的 就是 嗯 其实图灵完备语言 这个 包括今年很多那个ICU的这些 那个做ICU的这些 那个区块链的这个项目 很多声声声说 OK 我是支持图灵完备语言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牛的 就比如像那个 C++ Java Python 就我们 我们经常听到这些 这个常用的变成语言 其实都是图灵完备的 因为 因为它基本上 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个语言 都是图灵完备 完备的 只要是这些 比较 比较那个 常用的语言 像那个 比特币的那种语言 这是非常少的 其实你都可以理解为 比特币那个都 不能称作一个语言 这个太简单 实在是 嗯 所以以太坊呢 为了防止这个 这个 因为它既然是图灵完备的话 那很有可能 它这个 它这个语言 所写的程序 可能无休止的运行性 比如一直在运行 是吧 就永远不停 比如它有个well循环 如果学过变成 你可能知道 或forever 然后一直在这样转 所以呢 它就 然后就是 就一种机制 叫做gas 就是 如果你要想运行 这个智能合约 或部署智能合约 不管转账什么的 你都需要去消耗这个gas 这gas是 就是以太币 你需要来买的 嗯 所以说 以太坊 它为了拥有这个 这个图灵完备语言的 强大功能 就希望系统稳定 那么它就把这个gas 就引入进来 就是我们所谓的 燃料 就防止恶意代码 或者说那个代码的bug 然后它这个gas里边 还有两个gas 一个gas price gas price就是 你愿意 给每个gas上面 就是花费多少个 那个以太币 给它做一个定价 这个 这个 这个以太币 这个最小单位是 我记得是10的 负18次方 负18次方 就说 就说 比如说1后面有18个0 这样的 一个单位的V 才成为一个以太币 那么就 它最小单位是 负18次方 有多少V 然后对每个交易呢 发送者 它是需要设置这个 这个gas的limit 就是说 我最多 这个交易 能够 花费多少个gas 就是 怎么说 这个怎么理解 大概能 就是因为它没走一步 去花一个gas 但是呢 这个交易者 又不希望 就是自己程序 可能编了 突然有个漏洞 把自己gas 全都花完了 所以它会设一个limit 设一个范围 就我认为 大概能花多少个gas 当然这个量 可以给大一些 如果花不完了 会退回你的这个账户 然后它再定一个gas price 所以就说 你预计 我大概能需要 花多少个这种gas 然后我再给gas 定一个价 就等于我的总费用 为什么定价呢 因为定价里 因为以太币 它也是波动非常大 有可能就变成4000 过两条 变成1800 所以说 当这个以太币的 这个价格上涨之后呢 这个gas price 它是个灵活的 你就可以定 gas price定的 就价格低一些 这样基本上 在它4000块钱的时候 和1000块钱的时候 这个以太币的价格 基本上你运行 智能合约 你的成本 这个之间的 这个差别 应该基本上是 不会非常大 就如果你没有提供足够gas 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交易会被终止 并且呢 你之前运行的那些状态的改变 都会直接回退回来 就是 基本上就等于是 你这个交易 根本没有被运行 并且费用 他们也不会退给你 gas上面 花费的这个钱呢 基本上都 发送给了这个 这个矿工 因为矿工 它提供了机器 是吧 就说你的所有的智能合约 都是在矿工 他们的全接链上面 去运行 然后把结果直接存储下来 成为一个叫WordState 存储在他们的数据库里边 然后所有矿工都是 OK 就比如说你这个股权变了 你从5%变成了15% 然后所有的矿工都做一个见证 然后把你这个5变成15 这个所谓的值 然后给它存储到 这个它的本地 就说所有的机器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做一个见证 就说OK 你的这个股权从5变成15了 然后这个虚拟机 虚拟机呢 它基本上就是通过软件来模拟的一个 一种具有完整硬件系统功能的 运行在数组机上面的一套软件系统 数组机就是称为host 就是就打比方 就是说你的机器就是host 然后你在你的机器上面呢 你有模拟出来一套操作系统 就打比方 你可以在windows上面去装一个linux 或者你在Mac上面 你可以装一个windows oh sorry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刚刚那个开门 虚拟机的机器就是类似一个软件 就是你在你的这种 这种你的主机上面 host上面 你安装一个完全 完全跟你的host的环境 隔离了一个操作系统 这隔离的意思就是说 你host上面系统的状态 不会跟你虚拟机的这个状态 相互影响 基本上它就等于是两个世界 就说 比如你在那个windows上面 你装一个linux linux这个在虚拟机上运行 如果它崩溃之后呢 它不会造成你的这个windows的机器崩溃 它只是这个进程 然后被杀掉 这个崩溃之后呢 其实甚至你的机器运行会更快一些 因为什么 因为你虚拟机崩溃之后 会释放大量内存和CPU的访问 那么就比如windows上 本来你跑个零零虚拟机 然后它运行非常慢 因为它持内存 是你的CPU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所以那个以太坊 这个EVM呢 这虚拟机跟我刚才说 这个虚拟机呢 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就说它那个 它这个概念基本上差不多的 当然EVM这个是比较轻量级的 就是非计算机专业同学 你展示就把EVM理解成为一个模拟的一个操作系统就可以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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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里边做东西 刚讲EVM EVM这个它是就是以太坊的这个智能合约 它所运行的一个环境 它是被放在一个称为Sandbox 成为这种叫沙箱吧 在这个沙箱里面运行 沙箱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非常安全封闭的一个计算机的运行环境 它最初被发明的这个目的是 用于测试那些 就是说 就是不安全这种软件 就比如黑客们为了 为了就是试验 就是说某种病毒 对吧 它现在本地上去试 因为什么 它如果要直接就在自己的系统里面试的话 那么一旦是这个病毒 然后就是发生反应之后 它的机器 首先它的机器就被黑掉 就要重新装机 所以这个沙箱呢 就是说它在这个里面可以运行 它并不会破坏你这个主机 就你的host 这个host上面的安全性 所以说EVM里面代码呢 它是运行在类似于沙箱里面 它也是非常安全的 就它不会接触到你的系统 它不会直接接触到你的系统的网络啊 就改写你的文件系统 这智能合约呢 就是它写完之后呢 还需要做一个编译 这个编译的跟我们C++ C那个编译不太一样 它有点类似于Java这个 就是它需要编译成一种 这个EVM可以识别的 一种代码 成为Betcode 就二进制代码 就是Java里面它也有这个概念 它两个基本上差不多的 就它代码不需要编译成 就机器可识别 就我们所说的机器语言 或二进制 它转变成Betcode 然后它有一个比较好处是 可以跨平台 就比如Java语言 你可以在Lily上面 Windows上面 基本上你都不需要重新的去编译 是吧 因为它有虚拟机 它来执行这些代码 你只需要是 你这个直接是 它虚拟机 它会有一个功能 直接把它变成Betcode 不像 比如你要在Windows上面 你编译 编译完的C++ 这个二进制代码 你放到Windows 放到Linux 或者是放到其他系统上 它是不能运行的 好 这个虚拟机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以太币 这个以太币 他们以太方出块时间 平均大概是 每12秒到15秒之间 它出一个块 平均基本上12秒 它规定了 每个出块的时间 要小于15秒 这个比比特币要快得多 它每个区块的奖励 奖励比较少 它奖励的是5个ETH 有5个以太币 我们比特币以前说过 它会偶尔会产生 这个临时的分叉 就是短链上的区块奖励 就Coinbase 将会被作废 就是说如果咱们俩同时 挖出一个矿 我们那个副区块都同一个 然后如果你的链比我的长 那么我之前得到的奖励 将会被费掉 因为说因为在长链上面 是没有我这个区块的 所以我这个Coinbase 大家也会看不到 而在以太帮上面 它这个区块成为的 Uncle区块 就是输区块 然后它这个是有奖励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以太帮的出块速度太快了 你想基本上每12秒出一个块 那么将会有大量的 非常频繁的这种Uncle区块 就是说叫输区块 这个产生 所以以太帮为了保证 这个矿工的积极性 或者他们的利益 就做出了这个Uncle区块 也可以获得这个奖励 当然这个奖励不是五个ETS 大概是四点多吧 这也不少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区别是 他们用的哈希算法不同 我们知道比特币边 它大量用的哈希是吧 不管什么都做哈希 而以太帮用的哈希 我觉得比较不错 怎么不错呢 就说第一个它是 我们知道比特币我们用的是SHA256 就称为SHA2 就SHA2 是吧 而以太坊呢 他们用了一个 就是比较改进版的吧 就SHA3 这所谓的改进并不说 并不说基于SHA2这个升级 就等于他们又发明了另外一个算法 叫Kaicake 对 之前 现在并没有说证明是SHA2这个没有SHA3安全 所以说基本上SHA2用的还是比较广泛的 SHA3呢 它也并不是会要取代SHA2 它是以防万一 如果某天SHA2这个hash 如果被轻易的攻破的话 或者说大家发现它里面有弱点的话 那么将会就是 这个世界还不会乱 就是我们可以有备选方案 直接大家可以转到SHA3上面 所以SHA3呢 它最大这个优势啊 就是它可以阻止ASIC这种矿机 之前我们那个挖矿 也有说过 挖矿有CPU 对吧 后来就做生计为GPU 然后再往后更变态是ASIC 就专用了这个挖矿的芯片 集成芯片 特别GPU 大概又快了十好几倍 或者快了好几十倍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以太坊呢 他们就是不希望看到说 这个日后以太币也会出现这样的 就是非常超级的矿机 这样就觉得不太公平 他们还希望这个挖矿的人越多也好 因为你挖矿的人越多的话 那么就说明你这个全集点机器就越多 对吧 如果这个机器多的话 那么被黑客攻击所控制的这个可能性 就小得多 就不会说因为几个大这个矿主 然后他们就占了50%以上的算力 就能控制住这种 这个比如以太坊的这个区块链 它是怎么来那个 就防止这个ASIC的这个挖矿呢 因为它这个算法据说是 它是需要耗费大量的内存和内存带宽 所以并不说只是你这个芯片 你这个是一个专有芯片就可以了 所以你还需要比如说在存储方面 你也需要加大 所以基本上是ASIC这个 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对于那个内存大小 这个什么带宽这个要求啊 那么那么就说像ASIC那种 所谓的那个他用的一种内存共享啊 这种基本上在效率上 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个优势 当然优势还是有一些 但是优势大量的降低了 所以就像我们今年的 今天这个中国矿工 虽然他不懂比特币编程 他也没有提交的权限 但是他仍然可以和靠团队来对抗 所以说以太坊呢 比他那个他以前设计的初衷 就说OK我要 我要避免这个以太币的这种 被一些大的矿主啊 然后他们然后垄断 我要挑选一个能够抵制 而且矿机的一个这种算法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以太坊 跟比特币的一个区别 其实这区别并不是非常大 它主要一个区别是 它能够运行这个智能合约 这是一个比较大区别 和那个Gas 它只要是有交易或者部署合约 它需要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智能合约 这个部署和运行 我这次比较小 这个链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资料 我以太坊学的不多 然后后来我在网上找 这个还是比较全的 它有一些一步一步的一些那个sample 然后你可以按照去做 然后这个如果你要是想那个试一下 这个以太坊这个呢 首先你也是需要装一个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这边有客户端叫Gas吧 GTS我这怎么发音的 Gas这客户端 它用的是Go语言写的 当然还有的用C++写的 就什么CPP什么的Gas 所以Go语言这个写的 这个是据说这个用量非常大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更用户友好啊 或者说它写的最早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试了 可以大家试一下这个Gas 因为它那个网上sample也稍微多一些 基于这个Gas 这个安装也是 Brew Type 然后Etheria的 因为这个安装过程比较长 所以说这个我就今天就不再重新安装了 就是你基本上这两步做完之后 如果不出意外 你这个Gas就已经装好了 然后下一步你基本上就可以去 下步你去写一些智能合约 或者去用这个以太坊去转一些币 同样说有没有可以用Gas写的取块链 应该是有的吧 但以太坊上面是写智能合约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智能合约 你需要在那个虚拟机里面运行 这虚拟机呢 它必须得支持你这个语言 就像我们的编译器一样 你可以随意发明一种语言 你要发明这个语言之后呢 你需要写一个编译器 编译器 就编译成这个二进制代码 让这个电脑 让CPU让他们可以识别去运行 所以说你要想在以太坊支持Gas 我认为应该是不行的 智能合约 如果想在支持Gas的话 那么你需要对它虚拟机进行一个支持 让它虚拟机是可以运行Gas 编译完所谓的Betcode 运行这种代码 陈生同学问 比特币十分出一块 基于什么考虑 为啥不能时间短一些 它如果时间短一些 就会出现像以太坊这种频繁的 这个临时的分叉 临时分叉 那么这块挖出来就废了 你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慢 为什么不出快一些 这个说话 这也是个好问题 它完全也可以按照这个 以太坊的这种 这种套路 比如说哪怕你分叉了 我也给你一部分讲 比如哪怕给你十分之一呢 是吧 预言同学说 这个比特币的系统 不具备这个脚本 不具备图灵完备式的 因为非常简单 他们当初也没有去 去说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智能合约 当时可能还比较早吧 诶 C++不是图灵完备 我之前说C++是的 C++ Java Python JS 这些都是图灵完备的语言 可能我当然发音 可能没有说清楚吧 这个 这个 这个C++ 比特币是用C++写的 但是呢 它 我刚说图灵完备语言是指 它支持这种 这个智能合约 它支持智能合约 就是说 你基于比特币的区块链 然后比特币上面 你想开发一些智能合约什么的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有人说比特币上面 也可以运行所谓的智能合约 但是我觉得 这个跟以太阳智能合约 这个差别还非常大的 所以说 在那个比特币这个区块链上面 你没有一个图灵完备的语言 就是它不支持这个图灵完备的语言 去做这件事情 稍微等一下回去换一个地方 稍微等一下啊 孩子回来 我转站就给另外一个房间 因为以前我跟他们说 我们的讲课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嘛 然后我说一个小时之后 你们再回来 所以知道他们还挺准时 还提前回来了 行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 因为我之前这个在上面 系统了整个这个流程 我走了一遍 嗯 嗯 对我们先切换到 这个 先把我们这个命令行吧 嗯 退出 首先打开一个窗口 嗯 OK 这样 首先第一步就是说你需要安安装一个这个 盖子用够元写的客户端 用BuruTable Ethereum 我把它放大 大家那个客户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做一下啊 Ethereum Ethereum 然后Buru install 就把这个这个盖子装好 嗯 装好呢 然后第一个呢 我们我们可以试试 然后去去运行一个 啊怎么说呢 先创建一个testnet 一个测试链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是在主链上面去呃 我如果要在主链上面去去做这个运行这个测试的话 我们需要是花真金白银的 那之前我们在比特币上一样 就是比特币他也分为那个主链 mention 或者说是然后testnet就是测试链 对吧 所以我在在测试链上 你可以去跑一些你你所改进的一些比特币的特性 那么同理呢 在这个这个以太方以太方上面 你也可以去运行一个测试环境 这是不需要花你的币的 你可以在上面模拟挖矿 然后第一个你可能需要一个genesis 这个这个json文件 其实就是一个初始的文件 我切换到这个这个里面啊 然后这个文件呢 也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genesis 嗯 这个这个太是在在在上面定义了 比如说它的那个最初的这种简单 比如像dbcote 它设这个比较简单 咱们甚至可以给它改的更小一些 然后就让你挖矿 挖的就是更快些 现在有的改了 算了 不改了 比如说这个nons 然后这个mix hash 也是它通过通过改变这个nons的值 然后去跟跟头部哈希 然后然后去做一个哈希 然后去跟这个这个dbcote 去比较是否小于它呀 或大于它呀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嗯 退出啊 啊 第一第一步呢 对 我要把之前我运行的那个这private chain 我要把它删除掉 刚刚还是recursive的意思 就当我们想删出一个目录的话 需要删除一些东西 ok 啊 然后第一步呢 呃 我们是呃 需要基于这个 这个genesis 这个 这个 这个json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 生 我们创建一个私有链 私有链 这个data dr就是 它存放数据的这个directory 所以存放数据的目录 我们可以起个名字叫private chain 当然这个这个名字 你可以随意起啊 哎 啊特别奇怪 不知道我的mac怎么突然间 像中毒了一样 这个这个特别不好用 COP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这个命令 啊 success 这字体啊算不调大 嗯 嗯 和这个私有链创建成功 然后我们回来 然后呢 哎 看 这个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没有用的 放一下 这个标管 这个没有用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命 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私有链里面 这个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私有链里面了 太难用了 太难用了 然后这个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控制台里面了 啊 然后 第一步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账 账户 因为我刚才把那个moo删了之后呢 我账户应该是空的 我们用这个person this account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空的是吧 什么都没有 那么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给他建立一个账户 因为以太方跟那个比特币还有区别是什么 就比特币它基本上没有账户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私钥是吧 通过私钥产用公钥 公钥产生那个这个比特币地址 而以太方呢 它有个好处是 它有账户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你去查看你的币啊 就是速度非常快 它不需要 像那个以太币 你去查询UTXO 然后跟进UTXO 然后去这样 而它这个里面本身就有个账户概念 就有一个你的账户这个value这个值 就是你的币有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创建一个新的账户这个命令 它也用personal new account 然后后面呢 这个括号后面这个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可以随意的设定 比如我设123-5678 然后我这一个account sorry 我这个account是生成的 就是以太方的这个 它也是通过私钥生成公钥 而它的那个地址呢 就是好像据说是 美基础是公钥的后面二十位吧 后面公钥的二十位 然后我们给这个地址负一个值吧 就因为因为每次我们要引用这个地址的话 你要calfi或数字非常慢 所以我们随便给它起一个名 叫pdpr0 嗯 i-s0 就这个可以为任意值 这个都无所谓 只是一个随便起一个名字 把calfi一下 然后负值 反正是我们再敲addr0 adr0 今晚就出现了 我刚刚给它负的这个值 对吧 嗯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算了 我们再再另外再建一个新的这个账号吧 嗯 因为我们试一下这两个账号来互相转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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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看 有人啊 然后我们再创立一个账号 然后把圆密码给它改一下 RT6 4 3 1 嗯 嗯 然后我们再给它设一个 这个 变量的地址 addr1 地址1 嗯 嗯 这几乎我们复制复制成功了 啊 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账户余额 然后这个 里面 这get balance 后面addr0呢 就是它一个参数 我们要查这个 这个地址0的 以地址下代为0的这个地址 它有多少钱 你看这个是0 它目前没有钱 所以我们需要挖矿 挖矿就是minor start 我看啊 因为我今天这个键盘敲了有问题 所以我就不带一个敲了 又有顺气了 嗯 嗯 麦克也能中毒吗 嗯 这个minor.star 就是.star就会开始挖矿 然后后面呢 就是 因为我要我要是 呃 如果是让我挖矿停止的话 我需要用minor.stop 但是 但是这个键盘可能挖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只是先试一下 就比方说 我admin sleep blocks 我觉得我只挖一个区块 我就让它停止 一个区块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先挖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alance 就它大概有多少钱 哎 为什么这个 这个太奇怪了 因为我这边写的这个参数是1嘛 就只挖一个区块 为什么一下挖出来三个呢 你看这个三个小锤子哈 就它这个挖 挖出来三个 我再挖一次试 你看它这个挖出来三个区块 就等于 呃我刚刚说的 每个区块是奖励5个币 这样乘以3等于15个币 我再挖一次试试啊 诶 是不是之前 我start 可能之前用的可能进程比较多 可能它用的是 我实际上来输一个4 start 这个是它进程的数量 输4的话 它如果是挖出来四个区块的话 就可能是之前我上输过三个 可能它by default用了三个进程 嗯 这些出现的反而是1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有多少钱 如果是20的话 20 OK 那么我再挖矿 我还是4啊 我看它会出现几次 又只是一个 哎 我机器怎么了 里面 我把四个的编成空的 我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挖开了两个 啊 对 这个挖的ETH 但是这是测试链上的ETH 这个这个这个币是不能花的 就像比特币的那个那个testnet里面一样 呃 之前我不知道这个p里面有一个水龙头吗 你去上面去借testnet上面上面的币 这个这个币呢是可以在testnet里面运行 但是你是不能花费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Balance 那这个地方有40个ETH了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址1 第一边应该是0 因为它以太坊里面他们每次挖矿 他所有的钱都记录在你这个系统里面 不管你生成两个账号还是账 账号 所有挖矿这个币都by default的就是 跑在这个这个地址0里面 就是你生成的第一个account 都会跑来他的名下 所以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我们从地址0往地址1来转账 OK 呃 咱们 我为了就不敲不敲太多键 我们这个设程转一个币吧 amount 这个等于也是设了一个变量 我设一个amount 然后我把这个web3呢是一个它的类似于一个怎么一个rpc的一个远程调用的一个一个路径和接口吧 这个不懂变成同学这个不用不用wari啊 然后我就说这个这个函数呢就是说他把这个2v 然后这个1呢我就说是一个eth 然后当去给他做transaction的时候 去给他发交易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以一种叫那个 以v来形式 就是说10的-18字方 就以到最小的力度 这个eth 来发这个b 所以我们要直接写1是不行的 所以b得调用这个方法 所以为了简单 起见呢我就把这个变量给他设了一下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拷贝这个命令 这命令就是eth send transaction from address0到address1 就给我那个第一个这个账户 从这个里边然后发一个比特币 发给我另外一个账户 valueamount amount就刚才我们设的这个变量 这变量刚刚已经复值了 就是哎呦 为什么 发送 OK 出现错误 authentication needed password unlock OK 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这个从你的账户发币的话 就你肯定需要输入你的password 要不然别人看了机器之后 直接是通过你的机器 然后发个币 发给他的账号 是吧 币就丢了 所以其他一个保护 那如果我们要是想转币的话 首先我们得unlock 先要解锁我们的这个账户 那解锁用什么命令呢 用personal unlock account 然后把你这个account的这个地址 或者说你这个别名这个变量 把它输进来 unlock我们的账号 passfair就是指的是password的意思 然后我们输入刚才我们的 1.356.78 就开始我定义了一个这个 OK 这个没有错误 就说明那个密码正确 然后我再重新运行这个命令 send transaction 还是从地址0到地址1 OK 那发送之前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当时40个币是不对 我们这边看到 地址040个币 地址1是没有币 然后我们发送 发送完之后 你看这个显示fuhash 这个交易的哈希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地址里面钱有没有少 照着他应该是不会少也不会多的 看我先看一下address1哈 应该还是0 还是0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算转之后呢 就跟比特币一样 他需要挖矿 挖矿之后呢 把这个交易打包进这个区块链 那么之后这才算一个确认 所以说我们先挖矿 挖矿刚才挖过minor start 然后我们只挖一个区块 进行一下 OK 这是正确的 挖一个区块 block reach the kinetic chain 就是这个区块已经被架到这个链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币值哈 这个address1 它应该会从0变成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电脑今天没问题的话 OK 是1 后面大概有18个0 如果没有错的话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那个有40个b的 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大家猜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44 这个同学猜错了 39 哈哈 为什么不是39 是44 嗯 从40转了一个币 我只转了一个币 对还挖了 然后他又挖了5个 又挖了5个币 这个转账这个 这个咱们就看到这 对奖励5个币 所以说45-1 44 嗯 所以这个是转账这个 基本上是这个例子 我们看了 然后下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怎么部署了智能合约 然后底下呢 这个这个黄色这个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原代码 它的一个功能就是 那个side rating 就是 呃 给某一个商品 或者给某一个 呃 物体 呃 whatever 就是 就给它设置一个 rating 怎么讲 呃 优先级或等级 嗯 就这个 比如我们看这个by32 这这第一个呢 是它一个参数 下部线key 第二个也是另外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key呢 然后它相对应的这个值呢 是这个value 这当然指的这个key指的速度下标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函数哈 但如果没有学编程的 你也不用vary这个 这个如果要是你学编程这个 非常简单 啊 好理解 这个rating的是个数组 它把这个下标啊 传进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值传进来 就等于是 它给这个rating里边的这个数组某个下标 给它复了个值 大家比方 你这个rating你要设为key 设为1的话 就是它这个数下标为1 就是这个数组里边第二个数值 给它设一个数 这个value 比如这个value 如果这个地方是100 那么这个数组里边 第二个值的值是100 就这么简单 然后mapping的这个情况就是 把它的这个值输入出来 OK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就类似于holloworld的这个程序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当你这个代码的 我们说这份合约首先你得编译成那个bytecode 就是叫那个怎么说呢 中文这个名买正方就bytecode 自解码吧 对好像叫自解码 bytecode 然后编这个bytecode之后呢 这个ebm 这个以太方虚拟机 才能够识别你这个代码 才能去运行这个程序 所以怎么编 编译呢 之前我看这个以太方的这个文档写的其实也不好 开始我 我还以为他们对这个 这个程序员非常友好 因为你需要大量第三方程序员 去编写职能合约在上面运行 但首先它这个编译器 就soc solc吧 这个编译器我安装之后呢 然后我想把它集成到这gas里边 它有很多攻略都说可以集成 但是呢 呃 去年之前还能集成 那今年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不管是在中国 包括在国外网站 都问这个问题 但是说这个集成的这个功能被去掉了 呃 for某种原因 就一直没有加进来 但是也没有人说这个应该怎么来 这个怎么来把这个集成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来搞定 所以说花了很长时间 最后呢 我不得不用一个在线的编译器 也许以太方可能他们希望大家用了在线编译器 但我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开发者来讲 我不能直接在命运行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舒服的 啊 这个编译 github.io browser solidity 这个当你这个智能合约 这个 写完之后呢 你需要把这个代码编译 编译就怎么编译 首先你先点击这个 进入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编译器里边 我刚刚你提前打开了 然后把这个智能合约 代码copy一份 然后放到这个智能合约编译里边 啊 我这边已经放进来了 就copy paste 啊 然后呢 右边这块我放大一些哈 然后右边呢 这个窗口呢 他有那个 大家都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 啊 我看这个这个直接是原版是英文的 啊 就compile 就编译的意思 这个乱是运行 啊 当如果这钩打打上之后 就说你这边做任何的变动 然后他自动会编译 所以说这个 我 我担心他会出现匪夷所思的情况 我是手手手动编译 啊 之前可能编过了 按下回车室 看会不会再重新的编译 做一个 做一个小的变动 嗯 对 ok 嗯 现在如果是没有任何变化 我点它的话 这个是窗口没有变化的 如果我要是加一个空格 这是我点 就有个轻微变化 就是编译成功 我看run 这个run应该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还需要先挖矿 我可以先compile compile之后 右边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这个details 就是我们点击来看看 啊 这个details里边进来 应该有两个信息比较重 一个是bytecode 这个就是它编译成呃 编译成呃 编译成那种字节码 就是加瓦虚拟机 或者sorry 这个evm虚拟机 它需要需要是这部分 它需要运行这部分代码 然后底下是web3 deploy 就是如果你要是copy 这是copy功能 如果你要按照copy功能 靠盘之后呢 直接把它粘贴到 你的这个这个mini行里边 它自动呢 就会把你这个智能合约 给发布到这个区块链里边 自动的会把这个智能合约 因为它这个这个 这个deploy这个 基本上是等于把这个 发布智能合约 这套东西全都写进来的 它自动生成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 它也是不好用 嗯 咱们再试一下啊 然后paste完之后呢 然后我回车 ok 那第一个错误是authentication needed password unlock ok 那我第一步 我就先来unlock 我需要解锁 解锁我的这个这个账户 然后person 大家看还是这个账 这个 unlock 然后15密码 345 解锁 解锁成功 解锁成功 然后 然后我来拷费这个deploy 拷费 然后再粘贴 然后出现一个错误 exceed block guest limit undefined 嗯 就是照理说 他这个 都应该直接的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 写好 而为什么说缺一个guest unlimited 所以我就对着以太坊的这个工具 我是非常的吐槽 嗯 有没有可能性 sorry 他说guest limit没有设 那我们打击设一下 因为我想加在这个guest这个后面 from dataguest 他不是说缺一个limit吗 我看加在这后面是否正确啊 只我 只我一个推测 我们首先先找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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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跟我拷贝的不太一样 cosmfalse 好像找到一个gass4700 嗯 这整个太难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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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不在这浪费大家时间 那么咱们用另外一个办法 这个bytecode 我们可以copy这个bytecode 我之前把bytecode我也粘贴到pct里面 希望这个不要再出什么问题 bytecode 基本上是 刚才我们有两种办法 去部署智能核 一个是直接copy那个webdeploy 那个那种办法 另外一种办法 我们可以用那个ethersendtransaction 比如从from 然后你的这个account的地址 然后我当时用了这个变量名 然后这code 然后这边是我把code here 我们把这块给它替代掉 替代掉就是之前我们那个bytecode的那个东西 然后value这个价值 这个就把比我 发10个币太多吧 啊行10个币 我把我这个guess这个 这个limit的设为10就非常大 然后把这个代码然后放在这个里边 这code 606060 试下这个 这个这个貌似是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transaction的 呃 因为它发 它不属于一个智能合约 它也算是一个交易 transaction 这个地下室 它的这个地址 这个合同的地址 这个contract地址 呃 那么到这一步我们还需要去挖矿 因为这个这个也也属于一种交易 我们需要来挖矿 啊虚拟币合法化 我觉得有一天应该会吧 呃 应该会 但是这个虚拟币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这种其他一种币 可能首先为人民币 可能它先虚 可能会先虚拟化 其他这个币 这个可能性 按照目前这个 我觉得短期内还真的是 不大 真不大 行咱们挖下矿试试啊 挖下矿试 嗯 嗯 快快 快 是 是 嗯 哎呀真 这么奇怪 本来我只是挖一个区块 它又出现挖两 两 两个区块 哎 挖两区块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是这个 部署成功 up the mining thread ok 行 不管怎么样 我们试一试 那个 试一下 然后给它设置 比如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这个这个代码程序呢 呃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功能 只是比如设置一个输入下标 三分钟还行 嗯 三分钟 三分钟 ok 好 一会儿 比如我们我们这个我们 比如这个存 呃 传一个字比如一 这个传三就得把输入下标一 也设置设为三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啊 然后这边我也是把它写下了 因为之前敲这个大大括号什么这个 这个做做做做做做出问题 我试一个 一和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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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